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整天吃喝玩乐 饮食快乐 一切东西 我们都要舒服 都要愉快 这个使我舒服 使我快乐的 这一个东西是什么 这一个主人公是什么 所以 这就是中国 我上一次给主国讲的 当我们这主人公让我们生起情 生去欲望 所谓七情六欲 使我们生起的 使我们能生起这个情欲的 这倒是谁呀 所以就问 能够问到这一个 这个 我们只要动了心 你已经在那早夜了 更何况你开始动作 这个做得也更大了 所以 中国 佛法 先要征心 最要紧 问你的心在哪里 你要安静 你想要有进步 想要能够成 能够成长 成长而且是越长越好 能够越变越聪明 你知道你的主人公是谁 换一句话说 我在哪里呀 我们平常时候就得自己问问 我倒是谁 使我能够见闻觉知 使我能够喜怒哀乐的 这个我是谁 我们见得到他吗 见不到 弄了半天 使我能够发情 有感动 使我做好事 使我做坏事 使我能够了知一切 能够学习的 这一个我在哪里 我们跟我们这个我呀 过了一辈子 不知道我是谁 你们来为自己 问过 我倒是谁呀 就是这个有名有姓的 现在我能够吃喝玩乐的 难道就是这个我吗 这个我厚头的 使他能够做一切的 使他能够想 使他能够动作的 这一个谁 根本是谁 所以 中国的佛法 不是让你崇拜谁 而是问个根本的问题 我是谁 你连我是谁 你连我是谁 都不会参的话 那么 这个佛法白学了 你未必能参得透 但是应该常常自己 问问 我在哪里 我是谁呀 我怎么样处置我自己 这也就是一个大根本的问题 我没生以前 我在哪里 我将来死以后 我在哪里 这个问题大不大 我们活几十年 活一百多岁 活了这个 这么长的时间 把时间糟蹋了 把我也糟蹋了 我们不知所从来 也不知所从去 就这么糊润糊涂的过了一辈子 所以他说 这个生死啊 这一个东西全仗着一股业力 业是作业 我们现在都知道 你的作业做了没有 你想这是孩子的家庭作业 不是 我们分分秒秒在那做功课呀 大家要注意 连我们的思想都在那做功课呀 都在那做业 我们现在把它说造孽 在做家庭课业的时候是作业 实实在在呢 我们这一辈子都在那做业 分分秒秒都在那做业 所以 这个业力 让我们轮转 这一个东西 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 将会都讲了 然后呢 我们就在三界里头轮转 在这个欲界 色界 无色界 那么在这个六道里头 天人 阿修罗 地狱恶鬼畜生 六道里头 我们这辈子做了人 上一辈子是什么 是一条狗 还是一条鱼呀 下一辈子我们又变成什么 所以过去的这一辈子 不知道 未来这一辈子也不知道 至少我这一辈子 我知道 把这个我好好地训练他 好好地培养他 让他更聪明一点 让他更健康一点 让他把自己的德性 这一辈子做了人了 不容易呀 人身难得呀 佛法难闻呀 善知识难遇呀 现在这个三个难 我们都遇见了 好好地趁着自己 还有一条生命在这 我使我自己干干净净 使我自己做的一个好人 使我自己能够帮助别人 使我自己更聪明一点 使我自己不要残废 使我能够活得更长一点 但是这个长不是说 就吃吃饭睡睡觉而已呀 你能够活得更长 你能够帮助这个人类 帮助这个世界 能够做一点更好的事情 不要净吃饭了 净在那儿我而乐了 你应该自己有进步 帮助大家也有进步 有进步就是你更能够了知 更能够觉醒 这样的话 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呢 你自己能够觉悟 你还要帮着别人觉悟 这样 这才是觉醒圆满 你自觉是菩提 你觉他是撒多 然后菩提撒多 这就是菩萨成 菩萨成是大成 我不是自私而已 我要行菩萨道 我自己使我自己觉悟 使我自己平安 使我自己能生存 而且我只要有余力 我还帮助别人 帮助的越多越好 看我能帮助的 这是自觉觉他 这才觉醒圆满 大家能够把这个写一下 就是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 自觉了是菩提 然后还要觉他 这才能觉醒圆满 这就是菩提撒多 觉而由轻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一辈子世人呢 上一辈子不知是什么 下一个辈子也不知是什么 所以我们想 我们不是就活这一辈子 混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能变成我 我能有这种机遇 我能有这一样的一个场合 这个不是简简单单能来的 所以说人身难得呀 佛法难闻呀 我们现在能够在一起 大家讨论这个 这都是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我好久不见了